我听说有一个商家把飞机开到了萧博会的现场 现在我也带观众们来探地一下 就是我们小萌萨展位 你好 总经理 你好 我看我们这个飞行器特别的帅特别的酷 有很多游客来这打卡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 各位好 这一台是我们小萌萨天的第五代飞行器车 旅航车X2 那它整车是采用的是碳纤维结构 然后它重量仅有560公斤 载重可以达到200公斤 我能不能看得起来 可以 欢迎欢迎 注意头 可以看到我们车上呢 可以看到有三个屏幕 那它在飞行器车里面是没有所谓的正负驾驶的 对 然后好像也没有像超动感 是的 是的 你说对了 这个版本呢是我们的叫做自动驾驶的版本 对 当然为了我们也可以在上面加装我们的操作系统 好 那可以看到这个右手边这个屏呢 你可以看到三个区块 那右边这个图形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姿态仪 在空中我们可以透过它呢 来看到自己现在飞行的一个平衡状态 你是平的还是倾斜的 都可以透过这个姿态仪看的一目了来 那中间呢是我们的电量的一个电量表 可以看到自己现在还有多少续航 还有多少电量 那左边呢就是我们的时速表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飞行时速是多少 那当然还有一些温度计啊 这些显示都在上面 对 但是这是不可操控的 我们左右的操作呢 全部在中间这一块屏上面来操作 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已经定位在我们的会展中心这里了 哦 是 定位在这里 对 对 对 然后呢当你要飞行的时候 最后按下就是开始飞行 对 然后可以这时候呢 我们现在那目前是预设的几个线路 对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一条线路之后呢 它就出现地图 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进行飞行的一个选择 然后这时候飞机会自行 会开始自检 安全检查完没有问题的时候 关上门之后 检查完它就会亮起那个按钮 中间的开始飞行的这个按钮 这时候只要按下去 飞机就会自动的起飞了 非常的简单 就如果我现在不是在展厅里 我点这个领域就飞走了 我们在展厅这里我们已经做了限制了 所以就很不用担心 会在这里飞起来